2月4号晚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之际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开场视觉秀冬奥歌曲和精彩短片的呈现 唤起人们对一年前北京冬奥会开幕时的美好回忆 在视频致辞中国教委会主席巴赫表示 北京冬奥会开拓了冬季运动的世界版图 These Olympic Winter Games opened a new era for winter sports globally driven by the enthusiasm of over 300 million Chinese people who are now engaged in sport on snow and ice. The legacy of these Olympic Games is already tangible with all the venues open to the public In so many other aspects, Beijing 2022 has set new standards Whether it is showcasing innovative green technologies promoting healthy and active lifestyles or boosting the winter sport industry the Olympic community in China demonstrated our new Olympic motto at its best 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gether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致辞时表示 冬奥遗产正在转化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动能 我们将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发挥双奥之城独特优势 坚持开放创新 深化国际合作 大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 努力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移居制度 启动仪式中 冬奥人齐聚一堂共议冰雪故事 我的冬奥记忆与南有关 我们严谨赛区位于小海头山 山区最大风力达到十一级 冬季气温零下三十多度 在建设初期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讯信号甚至连路都没有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全靠人杯马驼运输各种物资材料 建设起了一个国际一流的国家高山防御中心 现在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备战北京冬奥会前 我的双膝经历过四次大手术 交叉韧带两度断练 对于高空运动来说 这是非常难的挑战 也是致命的 尽管如此 也不会改变我夺冠的决心 而且要在家门口夺冠 挑战自我 追求索业 我做到了 近期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五大静 在加姆斯陪孩子们滑冰 在北京石刹海冰场 与大野们滑冰竞速 他表示希望号召更多的人 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我特别享受那个过程 跟大家在一起滑冰觉得特别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 我希望用我们的力量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 也喜欢上冰雪运动 从中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发生 徐梦桃表示冰雪逢盛世 冰雪运动的继续发展 北京冬奥会精神文化的传承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因为我今年也在很多学场都有滑雪 一场的时候晚上就一千多人 场面特别的热闹 然后非常非常开心 真的是冰雪逢盛世 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践行着我们更好的去发展冰雪运动 因为包括场馆的再次利用北京冬奥会的精神文化 其实我们这种传承也非常非常重要 从我个人来说的话 就是我自己要首先更加热爱这个滑雪运动 然后去感染身边的人 据了解 今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于二月至三月间 在北京冬奥会精神两地三赛区同时推出 包括辉煌冬奥主题展览 即群众性冰雪运动嘉年华 群众性体育活动等八项主题活动 欢迎民众前去体验